天虹 现在是非常时期 天雄他有权利 对任何嫌疑人进行抓捕 何况你这位朋友 不给我们看良明镇 我们也只好抓去宪兵队 你可千万别抓我到宪兵队 我现在就拿良明镇 别逃了 晚了 跟我走 天雄 你别太过分了啊 这儿没你事儿 走 你敢 把枪放下 放手 老二 别怪我心狠 现在带着你的朋友 跟我走一趟 这是个挺热闹啊 什么日子啊 这各路豪杰都到齐了 看这架势 是冻上手了 齐也好嘛 林科长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齐也 我们是在例行检查 例行检查 好 那我猜猜看 安燕姑娘 看着林科长这架势 是要把你们几个都带走啊 齐也好 夏伯伯好 怎么回事这是 我们三个人约在这儿聚个会 天雄哥上来 就怀疑我朋友左梁的身份 好 别 他怎么了 阿燕说这是他从小的朋友 可我从来没见过他 从来没见过 要这么说 那你怀疑的人可就多了去了 可不是吗 连我这个弟弟都当成贼宝 都挺冤枉的啊 好了 好了 大家都是自家人 是 古刀弄枪的 让人家笑话 我来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这位是上海滩有名的古玩商 夏宫达先生 这位是特别行动科的 临维科长 久也 幸会 好吧 大家伙坐吧 早就听说陆家二公子 回到上海了 一直没见他面 这儿 这儿个有缘在这儿见上 二公子在日本留学多年 这是学成回国 此成副业啊 博文兄也是后继有人了 哪里哪里 夏先生 你们才是有真才识学的人 我还差得远 学高八斗 是 千训过人 二公子 前途不可限量啊 七爷过奖了 能在这里 跟二位前辈见面 是我的荣幸 今天 我就先失赔了 改天一定赔罪 老梁 今天咱们当着七爷的面 把良民政给他们看看 行 刚才七爷和夏公的面子上 算你们走运 夏先生七爷留不住了 阿燕 你跟他们熟 你待我陪陪他们 各位 失陪 对不起各位 我可不是做陪的 七爷 夏伯伯 我们还有事 先走一步 阿燕 明天抽时间来家一趟 好 知道了 伯姜 照顾好我那群朋友 下回我再来 好嘞 小虎 跟他们熟吗 还行 去送送他们 明白吗 姐 林科长 我们兄弟俩先过那边去了 夏老板 小爷老师交代的事情 我还希望早一点听到您的见解 放心吧 只要那个物件一在上海露头 我会第一时间知道 那真是有劳您了 好 好了好了 林科长 我跟夏宫还有点别的事要谈 要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到那边去 好 夏老板 阿燕她认识了一个日本妹妹 您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只是随口问问 好 阿燕 我跟你说了吗 让你留下来陪他们 你觉得那种场合 我留在那合适吗 我的意思是说 让你听听他们说什么 真幼稚 你当他们都是傻吧 能当着阿燕口不知蓝的乱说话 左梁你是不是 你们在争什么呢 黄小姐 我急着赶场子 所以先走一步了 再说跟他们吃饭也憋得慌 你们聊吧 我得回家还有点事 阿燕 我听家带子说 惠子小姐出身名本 和前朝贵族沾点亲 祖上确实跟前朝沾了点亲 我这次来上海 是先研究一下中国的古董 如果有些不种的地方 还希望惠子小姐帮忙 惠子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在家里也没有见过什么 在这方面学识浅薄 不一定能帮得上你 我听说 有一件宝物 是当年 宋魁宗 送给她艾妃的一个瓷盘 盘底刻有宋华儿字体 不知 惠子小姐 是否知道啊 什么艾妃瓷盘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怎么会见过呢 我还听说 此宝物已经流落到了上海 是吗 极田先生 您要是哪天找到了 让我也看看 尝尝见识 惠子 这次你到上海来 一定和你那些前朝的亲戚有来往 到时候你帮我们打听一下 极田军只是很想目睹一下这件宝物 当然了 我也很想目睹一下这件宝物 此宝在世 仅存一件 为了防止它毁于战争物 还是 暂存在我大日本帝国 安全一些啊 它有那么重要啊 那我一定帮您留意 什么时候有时间 你再翻个心 惠子 你怎么了 我脸色那么难看 我早上没有吃东西 有点头晕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饭 我还要去趟理事馆 会回来得很晚 晚饭 就不要等我了 极田军 我觉得这屋子里的家具 摆得有点不太合理 小爷他们是军人 当然 不会摆家具了 如果极田军不满意的话 我可以重新摆设一下家具 那就有劳夫人了 不过桌子上的文件 可不要动啊 放心吧 极田军 对了 晚上惠子会陪我的 你早点回来 少喝酒 林科长 我觉得这个二公子 可不一般啊 我们兄弟俩加起来 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这样 你摸摸他的底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想看看他现在 是什么样的情况 原来说我们是哥儿梁 小时候还行 他大了以后 他有什么心理话 他都不告诉我 你说他刚才说他女朋友 是和阿燕从小一起长大的 可我怎么没见过呢 还有 你为什么觉得他是 郭敏党军官 我有个朋友啊 在第五军军部工作 我曾经听他说过 王军长的副官 就叫左梁 您用同心 快瞧了吧 如果今天看到的那个左梁 就是少龙说的那个军需官 那这事可就出了 什么意思 当初截走两个满族女人的时候 我就怀疑是重庆方面的人 那天红可就有问题了 你能把话说清楚了吗 他是你弟弟 又是林科长的老同学 这话上我怎么说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我们 手下几十号人 连嫌疑犯都不敢抓 你们有抓他的证据吗 他是共产党 还是重庆那边的 再或者 他是劫走那几个案犯的嫌犯 这你们都不清楚吗 本来能弄清楚 没想到啊 那个老太太死了 没事 少龙少龙这都是朋友 这些事啊 他们也知道 我是怕隔墙有耳 那个老太太死了 嗯 我出疑问 少龙啊 虽说第五军黄军长 在老蒋那儿不得意 但是现在的形势 是国共两党一起抗制 在这个时候 摸清楚左梁的底细 是很有必要的 我倒有个办法 我有个兄弟 叫阿茨很可靠 我派他去第五军部 摸摸底织 三五天回来了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那就赶紧抓紧时间啊 可导 这费用 只要你把它的底细 给我查清楚 费用给我加倍给你 好 来 哭 可我这酒量 就这一瓶盖 闻多了 我都会反晕 那你就把酒倒了 给我查啊 老贵的 今天的事儿 你们什么也没看见 做好你们的生意就行了 明白了 林阁长 林阁长 有句话我一直想说 有话就直说呗 我觉得我们这么拉网似的 等他们上套 不可取 这是其一 而且 我一直觉得 那件东西 不一定在静安四路这一带 这是其二 还有呢 现在上海的交通网 已经全被封锁了 那件东西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出了上海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名处 这可就被动了 这些废话还用你说呀 你有什么办法 依你之见呢 主动出击 秘场 嗯 说一下 比如 那天晚上余阿露出事 是谁值得玩的 他们闯医院 目的是什么 还有 那个老太太身上 有霞碑路的地址 这是为什么 这些事情 都要一件一件查实啊 你的消息 倒是蛮凌通的嘛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 看我们这行 晚上睡觉 简直得争议 打盹的时候耳朵得竖着 偶尔知道一两件内情 也不足为奇啊 秘兄 我不想跟你抬杠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以前多有冒犯的地方 还请您担待 啊 黄小姐 我看你现在活得还不错嘛 这年头能活着就不容易了 什么错不错的 另说吧 不会吧 要不是我心里还有惦记 这日子早就不想过了 有惦记就有叛逃 续红 以后有什么困难 你尽管来找我 现在这世上 能为别人着想的人不多了 二公子 你们一定要保重 坐马车 保重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走这么快干嘛 你不是敢急 别我废话 回去有话问你 不是 我又怎么了 这两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你见过他们吗 哪两个呀 没注意 二五眼啊你 你长眼睛干嘛的 当伤好使呢 赶紧跟上去 给我弄明白 他是什么神的 住什么地方 是 队长 拿来的 小心点 然后你 你还能不能够 你 了 你 你还能够 那样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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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中国的古玩回去 遇到你这个行家 我想一定能找到很多好宝贝 没错 紫禁城前的花表你喜欢吗 喜欢啊 只可惜那东西太沉 不然的话 我倒是觉得 你可以把它带回去 你真会开玩笑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贪财 我只是觉得 所有的文物都是有灵性的 从它诞生的那天起 就注定了它的归宿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喜欢 我们国家去别人的国家 略都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但是对于我 收藏只是一个个人爱好 就像所有爱好收藏的人一样 到哪儿都要捡一个 自己喜欢的东西 像你这样爱收藏的女孩 还真是少见 还不是因为我夫君 跟她结婚以后 我也慢慢喜欢收藏了 有我们日本的 你们中国的 还有其他国家的 吉天君最喜欢的 就是埋在历史中 埋在那些文物书籍当中 文物的书籍 我能看看吗 当然啊 东他的书 他不会不高兴吧 那有什么 那些文物书籍 本来就是一种文化 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 来 跟我来 那些文物书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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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文物书类服务的 监田君 怎么不跟你同屋睡 谁说的 我们只是分开睡 能够保持新鲜感 你们还挺浪漫的 对了 来 你看看 你喜欢哪几本 西iber 西iber 告诉我 你是什么人 我 我是阿叶未来的夫婿 别装了 说 你是中统的还是军统的 什么军统 我啥统也不是 我就是一木统 我让你再给我装 让你再给我装 快说 不是 你要掐着我 我怎么说呀 走开 说 石门路二百六十栋十一号 他们说得没错 是 我确实是黄军长的副官 因为当时我在部队里边 倒过买卖 触犯了军条 黄军长 就要把我发到前线去 不过你看 像我这么一秀才 我能上前线打仗吗 你说我万一一二死了 那不是对我们民族 最大的损失吗 所以我一怒之下 就离开部队了 一日逃兵 什么逃兵了 真难听 我那是选择 我是选择了自由 你跟阿燕什么关系 怎么认识的 我 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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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什么事瞒着你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是国民党的逃兵 你跟他交代了 我要是不说 他得把我掐死呀 你看这脖子上的印 掐的 这跟上吊有什么区别 废 他是个逃兵 逃到了上海以后 被小鬼子发现了他的身份 是我爹救了他 并把他留在了草邦 你让他走吧 我不想跟国民党打交道 更不愿意交往一个逃兵 不是 逃兵怎么了 逃兵怎么了 逃兵就不是人了 要不是逃兵那天救你的话 你早就抓到乡兵队去了 看不起我是不是 那我走啊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逃兵也是有尊严的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 他是个好人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们为什么合起伙来骗我 这不叫骗 这仅仅是一种隐瞒 每个人都有秘密 并且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秘密 你难道没有秘密吗 那好 我倒要问你 你是什么人 没法回答了吧 你不回答 是不是属于欺骗呢 你说呀 你的问题以后我解答 你把他追回来吧 不行 你得当面跟他道歉 我不是已经妥协了吗 你要不道歉 你就让他走吧 行 我道歉 我认错 还不行吗 站住 他们真把我放弃了 这 为什么不来追我呀 你给我站住 站住啊 太气人了 这不是侮辱人的吗 你等等 你不是让我站住吗 我站住了 找我啥事 你这人真是让人看透了 缺钙 缺钙 你还缺铁呢 快跟我回去吧 他已经同意当面跟你道歉了 必须的 告诉你 必须向我道歉 别平了 走吧 水 咱们 像一个 courage 不会 我 暂时 好 就是 够了 关陽 有 那很糟 养 有人 不是 我就说你既然你这样的话 那我就走了 那我真走了 哎呀 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看你 我看你没完了是不是 行了 我代表他跟你道歉 来 看好了啊 对不起 我错了 哦不对 对不起 他错了 行了吗 哎 陆天红 这还差不多 我 这还有点道歉的样子吗 真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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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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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事吗 是该谈这事了 有两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第一 灰妈已经死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让我回月轩楼了吗 我偷听到的 她是跳楼自杀的 真可怜 这个消息别告诉那如言 我怕她承受不了打击 第二个坏消息就是 左梁 他们已经盯上你了 他们真怀疑我了 他们准备派一个叫阿四的人 去调查你的身份 那就让他们查呗 最多也就是个逃兵 还有什么呀 那不行 那不行啊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们得救救我 一定要救救我 我跟你说 如果要是让黄军长 知道我的下落的话 那我就完蛋了 我跟你说 这个军统啊 在上海的势力很大的 黄军长要是想逮我 想灭我的话 比踩死一只蚂蚁 还容易呢 你一定要救救我 一定要救救我 早至今日何必当初呢 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呗 不是 露天红啊露天红 我终于知道这个王复仪是什么意思了 见死不救是不是 你还是不是一条好汉子 别别别别别 别走啊 你给给给个态度 给给个态度 什么态度 不是 你帮不帮 帮不帮 说不帮你了 好 好 那赶紧想想办法 要想阻止别人调查你 办法只有一个 是是是 算不算办法 灭了他 对对对 灭了他 谁啊 我 少工 少工哥 有事 少工哥 您坐 我给您切一壶肠 不用等了 呆不住 坐 坐 你这屋里的还有别人吗 好 好 你这屋里的还有别人吗 没人啊 就我一个 你去帮我办件事 出上海 对 什么时候走 立马走 立马走 赶今晚最后一班车 来 走 我不抽你 来 哎呀 这阿四到底是什么人 阿四虽然是青帮的 但他替黄大会办事 又在黄大会拿一份俸禄 他在军队上干过 又会点功夫 陈少工非常信他 嗯 那抓紧时间 先把阿四和陈少工一起干掉 切断他们去调查做良知之手 也可以替老百姓除去遗害 对了 这阿四住什么地方 他跟陈少工住在一个巷子里 那事不宜迟 今天晚上就行动 对了 去之前把你干掉的椅子 用佐良的车 拿到苏州河去 如果在这附近被发现了 会有大麻烦 不是 怎么又是我呀 还拉死人 你去不去 哎 要不这事算了吧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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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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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出了钱 别什么都不要带 带一把刀就行了 嗯 办完事赶紧回来 路上别耽搁 好 记住了啊 绝对不能碰女人 放心吧 双五哥 嗯 走了 哎 ok 呀 好 呀 竟别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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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姨 算你狠 行 还带着高手来了是吧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鬼子里还有四根金条 你要 你就全部拿走 我问你 陈少公是不是来过这儿 没有 我看你 你 你这收拾东西是要出门啊 是 走亲戚 这么晚了走亲戚 你跟我不说实话是吧 不是 不是 我刚才就说过 我要去走亲戚 我一会儿 还得去码头赶末班船 如果你们要接菜 不说实话 不说实话一向毕你信吗 行啊 还是无事的 来啊 朝这儿打 我死了大不了 藏一块地方 来时老子还是料汉子 就你那小样 还号称自己是汉子 老子还没说自己是汉子呢 阿姨 陈少公平时抽什么牌子也 大中华牌的 这大中华牌的 烟头还热着呢 你说陈少公没来过 行啊 看来你们挺专业 对付你们几个汉奸 不专业能行吗 我们知道你没去走亲戚 是陈少公让你去调查一个人吧 佐良 把他扛到搜索盒 我们在这儿会面 好嘛 一玩儿背了俩了 真够晦气 走 注意安全啊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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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快走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小姐的舞台上确实是光彩 歌唱的也越来越多 这不是陆副科长吗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这儿消遣啊 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好啊 我对不起了 这五号小礼 请 我要走了 你能送送我吗 你非要跟他走康见面 这样做有意义吗 我跟他走得越近 我越能震慑陈少路 反正我觉得 你在他们之间穿梭 不是件好事 你能送我吗 吴天雄在这儿 我怎么能离开呢 我知道了 你是生我气了 算了 我自己打黄包车吧 小心点 怎么回事啊 一会就暗算我 你这么精明的人 居然有人要算计你啊 这事没那么简单 对手好像已经猜到 我好像摸到什么线索 你能摸到什么线索 我该再琢磨这点 我先去 这帮人来了 这帮人来了 就是来杀我灭口的 你可归是谁呢 指不定啊 是你们哥俩在外面 得罪了人 别人在后面放你黑枪 你别挖苦好不好 我现在连家都不敢回了 行了 我陪你回家 天雄了 天雄了 好像去和平饭店 给方秀红捧场去了 她还真有兴致 我已经变了 能请你跳之舞吗 佐藤先生 您 这是 只有这种场合 才能配得上 您高贵的气质 你长得真漂亮 你让我想起我的女朋友 长得真像 是吗 我可不算漂亮 美是一种内在的韵味 漂亮和美是有区别的 用你们中国的古诗来形容 就是沉鱼落叶 九发碧月 不敢当 多谢你们夸奖 你能喝酒吗 为你们一点点 为了今天咱们干一杯 九亭先生 我敬你 这是九毫米薄朗宁手枪子弹 真够狠哪 看来还真是想要你命 今天中午 我在月轩楼 让阿四去调查走梁的身份 会不会被人偷听了 可当时 这旁边不是没人吗 对 阿四会不会有麻烦 我们看看去 走 跟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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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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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能喝了 我得走了 你认为我会这样放你走吗 卓棠哥下 我希望您是个君子 君子 我是个君子 但是君子也经不起像你这样女人的诱惑 你放开我 你喝多了 佐藤先生 怎麼了 放開我 轉 把門關緊 佐藤先生 您看這場合合適嗎 要不過兩天 過兩天我陪你找個清靜的地方 咱倆家好了 秦上秦上秦上 你別騙我了 我覺得這場場合最合心 你放開我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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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女人 你敢打我 放開我 放開我 你別讓我更有心智了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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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妹好 天虎 看好了 過來打把手 走 一 二 走 走 二 走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這樣 你跟佐良 你們兩個人到石門路 等納入燕的消息 我去金安寺路 再去問問情況 陳少公 陳少公那傢伙 不知道死了沒有 他的死活並不重要 滿意他沒死的話 他會不會懷疑阿四已經被我們殺了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明天找個機會 無論如何都得打探一下 那明天下坡坡那兒 我還有必要去嗎 我覺得有必要去 趁這個機會探探口風 看他跟黃道輝和林梅 到底什麼關係 為什麼走那麼近 雖然他是你父親的朋友 但是我們必須要對這個人 做個基本的了解 好 但是憑我的直覺 他跟他們不是同一類人 判斷一個人怎麼能憑直覺呢 好吧 你說的有道理 快走吧 走 走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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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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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为了这份爱 误会走一车 让那阳光融化并浮